来关心啊 这可以说是史上最年轻的抗议者 昨天有一群托儿所的小朋友呢 绑上抗议的纸帽到教育部来抗议 他们说因为担心现在所就读的托儿所 可能要迁离目前所在的护理健康大学 爸爸妈妈非常担心 到时候找不到合格的幼托学校 所以在昨天早上带着小朋友上街头抗议 头上掌握不是白布条 而是字质拉笔帽 天真无邪的心 只知道他们不想搬家 换学校 这群小朋友出现在教育部门口 可不是为了来表演 而是来抗议的 我们不分开 我们不分开 请帮帮我们 请帮帮我们 我们不 我们不换学校 台北固立健康大学 要求八年前 是在校内的诚心托儿所迁离 担心子女换校不适应 家长决定带小朋友走上街头 抗议声明也绝成纸飞机送入教育部 不想要换学校 今天来游行是什么 他早上一起传 跟我说妈妈 我要跟你去抗议 你知道今天来做什么 他怎么表达他的声音 一定要靠家长吗 租给他嘛 那就把他收回来 时间到以前都讲好 所以一定要收回来 跟他说你要跟家长讲 为我们全校 四千个学生的利益 我们就是 就是只能这样子 虽然一度在大太阳底下 静坐抗议 但小朋友忍不住就玩了起来 严肃的抗议 也变得像出游一样有趣 而这群年龄 只有三岁到六岁的小朋友 也创下史上最年轻的抗议记录 就是